又是五千只股票 带涨了 连续两天这样子 你看一片绿啊 我真的作为记名当中的一分子 表示非常受伤 还有两亿股民 相信比我更难受 这个时候我跟大家一样 心情很沉重 但是呢又无能为力 A股呢现在就像是 大街上吵架的泼妇 你怎么劝都没有用 因为已经失去理智了 你只有等他自己宣泄完了 然后累了 抛不动了 自然也就停下来了 对咱们呢 只要没有叫杠杆 就只能是等待 如果这个时候 你还在反思 自己水平有问题 那就是你有问题了 但话说回来啊 真的就没有办法了吗 我们提了那么多的建议 如果都不行 那暂停IPO 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呢 过去九次暂停IPO 其实还是很有用的 最起码会让大家看到点希望 要融资 也得先让大家把投资性做好吧 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以上信息 仅作为学习交流和知识分享之用 不作为投资建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